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本地的办公室和移民官有一个面谈 我们看到很多申请人在面谈以后 最近他有的时候收到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尤其是移民局要求申请人提交i601 这个往往都不是找我们办485办绿卡的申请人 遇到了这种要求以后联系到我们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来统一做一个视频讲解一下 这样的申请人有的是职业移民 通过雇主支持的或者是自主申请的EB1 NIW或者其他的EB类的移民 也有亲属移民 比如说有的人是美国公民 然后他为配偶或者为父母申请了亲属移民 然后在绿卡批准以前 经过面谈以后也被要求提交i601 那么为什么呢 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受益人将要取得绿卡的这个人 曾经是党员 那么我们另外有两个视频讲到了关于绿卡申请中党员身份的问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们着重讲一下党员身份和601的关系 那么有些人可能听说过 如果你有直系亲属或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绿卡持有人 那么党员身份不影响你拿到绿卡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取得豁免 那么这个原则上是正确的 但是呢有更多的细节在里面 有的申请人相应的在面谈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 说我有直系亲属在美国 那么移民官说好吧 那么你回去你要提交这个601表 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手续不够 所以呢虽然有亲属在美国是一条理由 但是呢并不是唯一的理由 你并不一定要完全单独的只依赖这个理由 这样呢你有可能可以避免交这个601 因为一呢你又要花更多的时间 另外呢对于这个601申请 移民局的关费要930美元 还是不太低的 然后另外也要相当一段时间来处理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交这个表呢 如果你在面谈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强调说我有直系亲属在美国 而是考虑用到一些其他的豁免理由 比如说我们在其他视频里也讲到 有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讲到呢党员身份是为了工作 或者讲学金升学的原因 或者呢说只是名义上的普通的成员 不具有特别的意义 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这些呢也可以成为正当的豁免的理由 就是说如果你即使没有直系亲属在美国 也不是说申请就不能通过 或者有的人到美国已经超过五年 退党已经超过五年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理由 这也是美国移民法规定的 是移民局可以接受的 当然了这个除了党员身份呢 也有个别的人被要求填写I601 是因为此前呢有犯罪记录 有家庭暴力 有的人有其他的违反法律的行为 这个并不一定每一个都要填601 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犯罪记录 或者呢是比较严重的过去违反移民法的情况 这样的话也可以交这个601 那么在回复的时候呢对于I485经过面谈嘛 那么这个你的卷宗材料呢在移民局本地的办公室 所以一般来说呢你回复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RFE也是回复到本地办公室 而601呢要交到另外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这一点要注意 怎样就能够取得这个601的豁免呢 当然不仅仅是你交一个表啊签字交了申请费就可以 那你还要陈述理由还要有证据 在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有的时候呢移民局的移民官往往也并不很了解 在这个补充材料的通知上呢写的是不正确的 要注意 那么如果是因为党员的身份问题呢 这个标准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 只要求第一呢你有直系亲属 比如说你的配偶啊孩子啊等等 是美国公民或者有绿卡 另外呢为了家庭团聚的原因要在一起 另外呢要证明申请人本人呢 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只要证明这一条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证明所谓叫extreme hardship 就是说呢如果申请人离开美国 会给家人带来难以忍受 难以克服的巨大的困难 这个后者呢可以想办法证明 但是呢明显的这个标准就高一些 更难证明 如果是前面呢只要证明说 本人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一点会容易一些 可以根据个人的历史啊 根据其他的证据来证明 一般来说呢经过认真的准备 提交了这个I-601以后呢 可以得到单独的批准 另外呢那么I-485呢 也可以相应的批准拿到绿卡 我们有若干的客户呢是这样的 当然了那前面说的 你需要提供证明材料 比如说亲属关系等等 那么如果万一呢申请被拒啊 也有一些人比如自己办理的 过后找到我们 根据我们的经验 I-485即使万一被拒了 申请人也并不是说 马上就要离开美国 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 还可以提交motion 或者提交appear 看一下说当初申请为什么被拒 根据我们的经验 往往都是因为材料准备的不充分 证据不足 补充一下 有一个更清晰的解释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呢 现在这个I-485申请呢 处理的时间比以前更长 另外呢 因为存在这个排期问题 不管是EB1 还是NAW 还是其他类别 从你开始申请绿卡 到拿到绿卡呢 有更长的时间 这个绿卡呢 是为了你将来在美国 长期定居工作生活 而你在拿到绿卡以前呢 还需要在美国维持合法身份 这一点也很重要 然后同时呢 还需要注意保留 证明你的移民身份的文件 有的人说 我搬了几回家 所有的文件都丢掉了 这个不太好啊 你当然还是有一些办法 能够重新取得过去工作的地方 上学的地方呢 就要麻烦一些 那么针对目前 对I-485呢 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啊 以及其他的原因 现在呢 有更严格的审查 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像前面提到 一个呢 要面谈 另外面谈以后 也不见得就能自动批准 有的时候还要求 补充更多的材料 所以有更多的申请人 有的时候呢 遇到这些问题以后呢 才联系找到我们 我们呢 提供I-485的申请的服务 包括呢 准备材料 解释 然后帮助申请人来 解释过去存在的 各种特别的情况 以及呢 帮助申请人准备 移民的面谈 那么我们提供这类 以及其他的移民签证的服务 如果有更多的情况 或者疑问 欢迎联系我们 好 谢谢